2022年6月最後一個周末 在美國德州發生了兩起大型槍擊事件 兩件都是德州裏的 現在和大家看看第一個 這個就是有一死三傷 發生在一個叫布律城的地方 警察說現在有一個人死了 最少三個人受傷 就是一個射擊和撞車 總共有三個現場 兩個射擊現場 在300和400樓梯的路線 另外有一個撞車現場 發生時間是星期五下午6時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我們暫時是未知的 第二件發生在Houston那邊 兩死兩傷 即是四個人受傷 在一間屋裡 本來有些人大約九至十個人在開聚會 然後有些人衝進來 然後發生了口角開槍 大約在凌晨四分一 大約一點鐘 發生的地方就是在4100 block 的Madden Street 接著的Li Trim Way 那時在屋裡有八至九個人聚在一起 大家聊天喝酒之類 接著有一班人衝進來 似乎他們是互相相識的 現在他們未知為什麼 有些人是有邀請 沒有邀請的引似 一個這樣的衝突 今天跟大家報了 這個週末的第二第三宗 昨天跟大家報告了一宗 看看這個週末可以多少宗 我這裡是星期日 他們那邊還有星期日 另外我知道現在 在美國很多城市裏 舉行示威 因為他們的高院 推翻了他們的一個 禁止墮胎法案 現在各個州可以自行決定 可不可以進去合法墮胎